新經濟時間來關注台股的封關前夕 外資大局湧入 新台幣也持續上揚 今天股會的表現是如何 交給一輪 好 謝謝新話 我們要來看到就是台幣現在是熱錢湧進 所以它的數字也站上了三字頭 好 我們看到接下來就馬上要迎接2024年了 但是在2023年封關前夕 竟然熱錢有這麼多 好 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個就是外資回補 再來就是出口商年底作帳拋毀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7號也就是昨天 新台幣的匯率強升了1.85角 收載了30.88元 那這是連續第六個升 而且創下是6月21號以來 超過半年的一個新高 總成交量擴及到了19.345億元 好 這是台幣對美元升值了0.6% 這幅度還滿大的 而且也榮獲台幣榮獲了最強亞幣的這個頭銜 但是相對於日幣就稍微比較慘淡一點點 然後很多人關心今天的狀況如何呢 新台幣一樣靜陽上升是1.62角 最後收載是30.718元 所以一樣表現得非常亮眼 好 但是大家很好奇2024年進入之後 台幣還會有這樣子的狀況嗎 其實他們說美國聯準會在明年已經有一個 這個暗示會啟動降息循環 而且熱錢應該會重返台灣等亞洲市場 所以預估在明年第一季的時候 新台幣還會持續上揚 而且有望會升破30元的大關 所以大家有可能會看到新台幣二字頭 不過國內的景氣是不是也有正循環的跡象呢 國發會公佈了11月份的景氣燈號 出現了黃藍燈 更多的分析再交給一輪 好 每個月大家都會看景氣的燈號 這景氣燈號其實是國發會公佈的 叫做景氣對策信號燈號的變化 來進行一些判斷 我們看這張圖就很明顯 2023年這景氣狀況真的不太好 1月到8月都是藍燈的情況 9月稍微好一點點黃藍燈 但是10月又掉下去變成藍燈了 那最新國發會公佈的11月數據 我們又走回到了黃藍燈 這個增幅也是15個月以來的新高 好 主因有兩個 當然是11月的出口跟批發業的營業額轉正 還有零售跟餐飲業是持續的活絡 這都顯示我們景氣是有持續好轉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國發會說話比較保守 他說我們不是景氣大幅翻轉 而是緩步的復蘇 因為看到了一些危機 什麼樣子的危機呢 像是紅海這邊就是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爭 爆發出的額外衍生的一個危機 紅海危機 還有美中經濟的需求趨緩 再來就是歐元區 日本的數據現在也是呈現疲弱狀態 所以不確定的因素還是蠻多的 但是對於明年的經濟成長率 國內外的機構現在預測說 有可能會超過3%是比今年還要更好 但是我們知道現在全球的變局非常的亂 而且非常的有變數 尤其包含原物料價格漲 還有這個貨幣政策的一個走向 可能都需要觀眾朋友再多做留言 而現在台灣的缺工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主機處公布了數據發現工業跟服務業還是缺 甚至是9年來第二高 怎麼一回事呢 逸文 好 我們剛剛講到說 今年現在的狀況 有人說明年會更好 但是其實今年現在在疫情之後 我們的內需是蠻暢旺的 我們從這個住宿餐飲的趨額率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主機處說 他們每年2跟8月都會調查 這個企業的職缺 反映上下半年的人力需求 所以他們在8月的時候就說 這個工業跟服務業的職缺數是 23.7萬個 那職缺率以百分數來看是 2.81是近9年的次高 不過第一高是落在了2021年的2.98% 但他們說這兩年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我們先來看 今年的住宿餐飲業是 4.3%的缺工 那是25年的最高 那批發零售業是2.4% 是9年最高 不過零售業則是11年的最低 但是2021年疫情期間 反倒是製造業的缺額情況比較多 所以今年反倒變成是服務業 就呈現一個內外兩樣型的狀況 所以他們說現在看起來 這景氣的變化是有一些反轉的 但是也代表內需的市場是比較好的 你還想知道更多的新聞資訊嗎 以上是1600的說新聞 可以掃描旁邊的QR Code 帶你掌握更多的新聞焦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